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如果大家看影片之前 可以点赞、订阅、分享 如果看到有广告可以的话可以看 谢谢大家 大家爱丽 今天说一件事 就是在英国装修 Chris哥帮人装修的东西 有些趣事 帮人买房子 今天Chris哥和阿丽 去了一个地方 我先开了这个 叫做爱丁堡 王子佳的圣诞市集 这条影片 不是星期六 是星期日出的 那是为了 想让大家感受一下 这些佣人在圣诞节的气氛 有什么玩意 我专专跟阿丽 他爱丁堡 那其实我不专专的 我一个学者去爱丁堡看楼 顺手真的开车过去 去看有什么玩意 这个所谓的圣诞市集 有什麼東西去看,就專門拍了一集 為什麼要拍這集呢? 我克里斯哥在聖誕會有一個聚餐,26日 就在中國城大酒樓那裡吃 時間免得說,免得一會兒跟蹤一下 有興趣的朋友就去群組補名,我就來節聾了 有一個,有一個,有一個,有一個 就是來了格拉斯哥一段時間的年輕人找我裝修 在傾談之中說 好玩的,你們去喝茶,不適合他們的年輕人 所以我知道,市集就專門拍一集 給一些年輕的一群 可以不跟克里斯哥去喝茶的 因為克里斯哥的老餅 如果你想年輕一點,有一點活力一點,去玩的 他要看這一集,然後再下去玩也不遲 愛丁謀,我今天下去,我覺得 是比克里斯哥的城市更整齊 和繁盛一點,這是事實來的 始終可能是旅遊的區 拿到一些東西是現代化一點的 不能夠不承認的 但是我覺得他的市集都是 我不說好還是不好 你看回那集,星期五還是星期六出的 你看回那集,總之我進去看完 我都覺得,OK啊,沒事啊 我們自己追回吧 這個市集是想說什麼呢? 作為蘇格蘭最受歡迎的城市 外定堡非常清楚自己舉辦一場精彩的表演 無論是國際,藝衛節 我不太懂得讀這些字 還是聖誕節 新年慶祝活黨外定堡都能 令你感受到蘇格蘭精緻的熱情 你感受到嗎? 阿爺,你感受到嗎? 那裏是...其實... 這邊都有的,不過就沒有那麼大型 就是格蘭斯哥沒有那麼大型的 始終因為愛丁堡是一個旅遊城市 那些人的消費呢 可以給倫敦的話 那我沒有試過啊 那他們是這麼說啊 那所以呢,它是比較... 那些地方是集中啦 還有那個市... 就是... 愛丁堡的城市裏面呢 就比較集中啦 就是... 不像格蘭斯哥那麼大 那... 還有呢,最主要是... 旅遊城市的關係呢 那是... 如果是禁止完之後呢 是比較旺一點的 嗯... 那些什麼玩呢? 有機動遊戲啦 小朋友啦 大人的砰砰車啦 那些什麼都有啦 那些什麼都有啦 有好像... 七至八個機動遊戲啦 總之,一定有一個人適合你玩的 一樣啊 多幾個人不知道的 因為... 每個人... 每個人的... 適合玩的東西都不同的嘛 那又有東西吃啦 那... 對啦,什麼都有啦 那... 我想如果你真的認真 行這個施設 那我走了... 五分鐘走出來 因為... 葵斯哥純粹是拍一下 有什麼給你玩 真的純粹是拍... 就是... 為你們移過去看 就是... 我對這些東西興趣不大 我對... 我對... 會移動的股票的興趣大一點 那這些我一般的 我純粹是為你們移走進去看 有什麼玩啦 所以呢... 禮爺都沒有份去玩的 因為... 要看車啊 因為很難拍車啊 有聽眾提醒我啊 去這裡啊 很難拍車啊 那... 其實我跟禮爺已經分工了啦 禮爺負責看車 然後 Chris哥負責下去看 接著拍些... 拍些... 拍些... 對啦... 拍些影片回來給你看啦 那... 你們可以考慮一下去愛丁堡 玩和吃 因為我知道聖誕節很多人呢 都是在... 就是... 阿巴甸啊 又或者... 這個... 這個... 阿傑加拉斯那裡 專門去愛丁堡那裡玩的 或者吃東西的 真的有的 那... 看看你剛剛好玩喔 剛剛好玩就去囉 所以我專門拍了這集 都介紹一下 剛剛那個年輕女兒 說你剛剛好自己去玩啦 因為這些可能適合年輕女兒去玩嘛 那... 所以就... 誠意專門去拍一輯 節目 介紹你們啦 那... 今天呢 Chris哥呢 又跟阿禮爺 製造了一個新抗舉 又成功幫一位聽眾搶多一層樓 都會是搶的啦 都不是說什麼 那... 為什麼這樣說呢 現在呢 通常買樓呢 都競爭到激烈的 今天呢 阿禮爺你講話 那位A準所講的話呢 A準就... 其實... 一般A準呢 都... 都... 未必講給你聽 就是... 我們很直接 那... 那... 那A準是很健康的 是呀... 但他都不會講 但是... 一般的A準呢 都是... 我們就很直接地問他的 因為我初初不知道 是... 他... 他開門給我們的 那... 我又見不到其他人 以為他是屋主來的 那... 直接... 就是... 跟他談了一輪之後 就問他的嘛 其實就問他... 其實就問他... 你多少錢才願意賣這間屋 那... 他說... 我不是... 我不是屋主來的 那位伯伯才是屋主 我... 我是個agent 然後他就說... 這裏就是... 二十... 二百九十千 那... 那... 這就是一個市價來的 那... 你們可以...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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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又講過 很多... 很多大的 那... 他就不講... 那... 他呢 ainsi... 阿... 阿禮爺沒有說重點,重點是有說很多香港人來,因爲為什麼重點呢? 我一天下去見到那個Agent問你是不是在香港? 我嗆了嘴,我的樣子像是香港人嗎? 我覺得很奇怪,你繼續說吧 我跟他說的時候,我們不是買家,我們只是幫人看 他就問那個人在哪裡,我說他現在還在香港 然後他就跟我說,其實這幾天都已經有三對香港的夫婦來看過 這間屋未算我們來看,已經有三對夫婦來看過 只是香港人去說,還沒說其他那些 即是你主動告訴我你是香港的? 我怪不得他這樣問你 因為我說不是我們買的,我說我們幫人看 那位朋友還在香港,他就說 這段時間也有香港人來看,這間屋也有三對夫婦看過 正是香港夫婦這樣說 這個聽眾問,Chris哥看,幸好 因為為什麼呢?我第一時間看完間,我叫他不要買 因為為什麼呢? Chris哥一看,其實我錄影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這樓有漏水的跡象在屋頂 接著我一錄完,立刻說要求琴上屋頂那裡看 一看完,立刻上面有張紙寫完,DANGER! 然後一堆薯仔紋,或者字太細隻,我看不到 因為他沒有準備一條梯給我上屋頂 那張紙太遠了,所以我看不到 但我知道他的屋頂是流水的 其實我這些有經驗和知識的人一看都知道 不需要琴上去看都知道 所以我琴上看到一張紙好像被封屋一樣 如果他在DANGER,我知道爸爸不做得好 不做得好,脫手脫得好 看看誰很幸運,接著我彈東西 那就看看誰很幸運 找一些不知哪裡來的朋友 找你看樓,未必像Chris哥那麼聰明 或者李爺那麼聰明 我不是讚自己聰明 不要說得那麼遠,先說近一點 如果Chris哥和李爺在香港 掛名T2,T3,T4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隨時是一個合資格人士 幫你簽任何結構的東西 或者看工程的東西,沒有問題的 我們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來到英國,只不過現在是寄養 你不要以為幾百元我們這麼簽 我們寄養幫你手 所以你想一下,如果我們收60磅 幫你看樓,兩個人去 還要幫你處理所有事情 幫你檔案,問得清清楚 還要跟那個公司 怎樣敗意,通知去 答任何事情 基本上我們真的物有所值 不是開玩笑的 純粹我們之前都這麼說 如果你有錢買得起樓 想你們來到自己買樓 買了樓之後就不用跟別人租樓了 不要一陣子 想來到英國但又買不到樓 那就不要了 Chris哥所以真的收到你不貴的 如果想找我們幫忙 找禮爺幫忙 你去到我們的YouTube 右上角 寫著Chris哥在英國 按入這裡 之後你會直接進來 Chris哥的Facebook 一個網站 裡面有一個電郵 還有一個WhatsApp 你喜歡用什麼模式 聯絡我都沒問題的 裝修也沒問題 現在很多人找我裝修 裝修找Chris哥也要排隊 真的很多人找我裝修 價錢公道不只 還要是交足貨 沒問題 這樣說 因為這裡 這裡有很多非洲的朋友 而非洲的朋友 會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我這裡在大氣電播 不說 因為免得罪任何人 總之 你覺得誰可信的 你就找那個人 趕緊 因為如果你找錯人 我怕你將來有些手尾跟 或者有些手尾要做 那時候你就麻煩 肉曲無雷 還有有一個聽眾留言 就說 認識Chris哥的群導 認識得慢 我都沒有留言 他說什麼呢 他說 如果早點認識你的頻道 就可以節省很多錢 我都幫不了他 他找了很多Agent 他已經找了很多Agent 幫他看 看到200磅 等等 大哥 Chris哥 說真的 我真的不是收得你便宜的 你想想 我們60磅 還要駕車去 是兩個人 兩個大學學位的 土木工籍 還有20年操位的人 還要是合資格簽任何東西 那些人 跟你趕上去看 你夠膽 你說你找那個什麼專家 你夠膽 你把大學位拿出來 我和你困一下 我想看看你什麼大學位 還有看看你可不可以簽到 你拿得到出來的 我就給你一個 手指公 不是說你聰明 你都是合資格人士 我認同你 能不能找到那些食物專家 現在呢 麻煩你自己 自己蹲下 蹲下 不用跟我說 對吧 因為很多專家 這個世界真的有很多專家 我不是困人 我是說真的 我為什麼要分享 今天這條片 其實這條片沒有主題 我和阿里耶 錄這條片講之前 我專門不講主題 為什麼呢 我要自由發揮我想說的話 因為呢 這個世界有很多專家 那些什麼 食物專家 玩的專家很多 你繼續做食物專家 不要緊要 你繼續玩 做去玩的專家都不要緊 但現在說 是做工程 去看樓 我不是一個什麼專家 但我可以簽到名 又或者又可以幫你看任何東西 決定到那樣東西 是什麼叫做得 什麼叫做不得 還有教你怎樣補救 有什麼是補救到 什麼補救不到 所以我今天這個 這個客人 我當我客人 因為我幫他做事 我一看到陳樓有問題 我叫他不要去買 所以他就馬上 不要買 不買這層樓 而我昨天跟他看過那層樓 我都說有九成可以 今天我看完這層樓之後 他才跟我說 剛剛收到律師通司 確認了業主賣給他 我都先恭喜他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也是有一個龍妞 可以解決 怎樣買到這層樓 你不用問我 這件事是商業的機密 所以我也不會在大應店 但我可以告訴你 無論價錢 你找一下Chris哥 因為有些太遠車程 我沒有辦法 我一定要跟Uber 那個單程價來修理 我單程不是來回 我跟單程價修理 所以是很公道的 沒有辦法 因為你那個位 實在太偏僻太遠了 所以我也要跟這個價 你明白嗎 你找一下Chris哥 你覺得值的 你覺得安心的 其實這些錢 我覺得不省得 所以這位聽眾 都很感謝我 以及禮儀 以及Simon幫忙 因為Simon哥 有機會幫他 做這個升級工程 就是這樣說 升級也要排隊 你想找Chris哥 做工程來排隊 真的要排隊 不是說話 我現在很多朋友 剛剛才有個女生 追我 我家店何時起貨 何時來賣位 我都跟他說 你等一下 我都知道你很急 但有很多人 等著住 你是等我換招牌 或者裝修少少東西 但你做了生意 你不如等我 那些真的有需要的人 先住了 我立刻再跟你搞 我也這樣回答他 雖然他給我生意 我都會分輕重哪些 急 哪些不急 所以不好意思 我知道他有聽我的頻道 但我也不好意思 所以就這樣說 Chris哥會幫你調配 你那間是第二間 你這間商店 你放心 今天想分享多一件事 今天幫聽眾報員假 就上去鋪地板 誰不知 發現他家的地板層 地毯下面 就有隔陰板 其實這些情況 Chris哥 就會建議你保留 但問題是 因為我很尊重 本身的卡人 委託我們那些人 我們不欠在 亦都不志在 萬多一天的時間 又虧錢 為甚麼呢 做工程最重要是甚麼時間 我沒有了一天的時間 誰給我 Chris哥 不會這樣的 第一時間想 好 我做一個Mockup出來 讓你踩兩件事 看看你覺得 踩下去的感覺 是否可以 可以的 就放 這隻防水的 木地板上去 就照砌 不可以的 和你全建 不過另外 收錢 因為之前不知道 你有這些隔陰 膠石 所以就這樣 所以Chris哥是做事 很公道的 你會很清楚 很穩陣 告訴你 這件事有甚麼用 這件事的作用 幫到你甚麼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會解釋給你 不會 一下子 你之前沒有跟我說 我一下子跟你一起 收錢 我不會做這個動作 你明白嗎 所以又是這樣說 找Chris哥做事 Chris哥一定跟你做得 英俊仔仔 不會亂來的 你找非洲朋友 我就不擔保了 就是這樣說 今天講到16分鐘 未來Chris哥 希望來到格拉斯哥 或者蘇格蘭 那些朋友 有機會 找Chris哥喝茶 或者聊聊天 其實我真的不介意 你明白嗎 我覺得 你找得我喝茶 就是你尊重我 又或者你當我老友 所以我絕對不介意 我亦都有些朋友 專門 真的有聽我的頻道 但他是不是經常聽 我真的不知道 專門打電話 約我去我店頭 見我 接著約我喝茶 真的有的 那個人還在這裡住了幾年 當然他覺得很欣賞小弟 我也是這樣說 多謝大家給面子 我可以做得到的 或者禮爺也好 或者我也好 Simon 也是這樣 Simon 也是這樣 想幫你們 很多時候都是想幫你們 有些香港人 所以有時候我不認識的 我都會問他 他幫我答了你 我都是轉告他的答案給你 因為我的東西都不認識 所以我都會問當地住得久的人 希望這個過程 因為我的頻道不可以很久 一年 大家可以多點點讚訂閱分享給別人 讓大家可以知道我的頻道存在 還有可以多點人看 聽眾就不用等太久了 早知道認識你這個頻道 就可以省多點錢 他說得真的沒錯 我不是開玩笑的 我很多東西教你們 還有很多東西 不用你專門找人家 給別人賺錢 因為說真的 每樣都是錢 就像今天這個地板 我隨時可以跟師傅說 放下他 放下他 算他一個人工 過足還可以 因為現在英國 你找人做事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現在建築旺 每個人都買樓裝修 你哪裏找師傅給你 你要排隊 排隊 你找找師傅 我不知道你那個是甚麼師傅 差的師傅 可能隨時拿一些 或者是 套餐 等著你的 好的師傅 你不知道要約多久 就好像 找我現在那個師傅 去幫你 裝修 上次不是 他跟我那裏裝個熱水爐 他說那個客人 等了一整年多 都是 等了他裝個熱水爐 我覺得很奇怪 他不用洗澡 為了等我和他裝修 他會去他媽媽家洗澡 他媽媽的房子 在他旁邊 這樣也可以 所以你自己想想 不是說 吹到 我們的師傅那麼厲害 但是 這不是我說的 是他的客人 這樣跟他說 你相信不信 就由你了 但我自己覺得 他的手工還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 沒問題 如果你想找一個 自己的自同道合 你明白我剛才說 什麼叫自同道合 還有 師傅 你捨好其誰 你除了說 你還可以找誰 真的想不到 可以找到別人 今天我沒有東西補充 禮爺 有什麼東西可以分享 沒有了 沒東西補充 沒東西補充 這也是20分鐘 多謝大家 給我面子 還有支持 還有支持 多點可以給我留言 分享 在YouTube 還有在這個 Chris哥 那個 Chris哥在英國 這個 Facebook的網頁 也是多點 給我留言 不要問一些奇怪的事情 什麼叫搶 大家都知道 英國在搶樓 為什麼你不知道 他問什麼叫搶 我真的不想回答他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你明白嗎 還有 這個 聽眾 他現在買了這層樓 他還要是比市價低 市價高 6% 7% 搶了一層樓 你想一下 真是值得買 第一 那間屋 本身的業主 很多時候不在英國 是出了貼的 新屋買回來 不知住了幾年 我忘記看過空位 是長期在 不在這間屋住 這間屋的新鎮度 有八成半以上 很新鎮 我還跟他說 你買這間屋 這間屋回來 你直接進去住就可以了 你不用裝修 不用其他 是漂亮到這樣的地步 你想一下 他還要是不用跟人搶櫃樓 在市價 但市價高6% 7% 他就聽Chris哥說 用什麼價錢去買 那就搞定了 不用跟人搶櫃 40% 所以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你跌少少錢 你就可以買到這麼好的樓 還有可以避開那些 有沉降的樓 有漏水的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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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一下 Chris哥 那些職媒票價 說真的 那句話 又要贊自己了 今天說廢話 贊得太多 自己也不好意思 先說到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好